媒体报导了信心公司非法开采 破坏身材环境的消息以后 省委高度重视 当即派出专行的调查组 替牧尼梅田进行调查核实 8月5日 省机毕监委召开专题会议 决定成立省机毕监委调查组 同步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启动追击问责的程序 警出部调查核实 实任海西周委常委常务副州长 财达木循患经济实验区 国安委会副主任 现任海西周委常委 财达木循患经济实验区 党工委常务副书记 国安委会常务副主任 梁彦国 郑清吉 海西周人民政府 党组成员 财达木循患经济实验区 党工委委员 国安委会专职副主任 兼牧尼梅田管理局局长 李永平 负财达木循患经济实验区 对新型务公司非法开采问题 在监管上失职失责 富有主要领导责任 将生命严重决定 免去梁彦国 李永平两位同志所任职务 接受总统调查 富有主要领导财 未经许過